我們現在去驗樓 其實我們這次驗的單位就是換言耳居 換言耳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香港首個港人上車盤 它當年以市價六二字去出售 所以吸引了很多新婚家庭上車 究竟交樓質素又如何?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其實當年換言耳居賣的時候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我身邊這個 這個平板電腦就是這間屋的智能家居其中一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平板電腦看到很多資訊 可以看到管理處的通告 甚至乎看到閉路電視升降機的狀態 以及戶所設施去預訂 但是這裡的管理費是去到每尺4.3 可以比美坊間很多屍樓 這一點就要留意了 不過說到最後膠樓質素才是最重要的 究竟這裡的膠樓質素如何呢? 我先交給康仔 換言耳居主要的問題 其實是在外牆的瓷磚那裡 我們其實看一看路台外面的瓷磚 你見到這個局面的瓷磚 其實這道開口已經做得一種很奇妙的 你見到這個位置是灰色 白色 其實可以做好一點 你會見到外牆有一些彎曲的情況 你看下面這個位置是細縫的 來到上面其實就慢慢大了 來到這裡就突然間又細了 業主其實我們建議這些位置盡量不要弄 因為弄了是沒有好處的 他會肯定要拆了一些磁端再鋪過 其實這裡有個特別就是電動的浪燈架 我們可以試一試一下 它會自動升降的 還有可以亮燈 都挺方便的 有方便又不方便 如果你說換燈到時那盞燈壞了 其實就比較麻煩 因為你那盞燈其實都是高過人 壞了那盞燈之後其實都不會悶 但如果整個架都壞了 整個架壞了的話 我們都建議不要弄了 就這樣寧願拿回浪衫棍勾回去就算了 汤仔 那如果除了室外之外 室內的監量手工是怎樣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一起檢查一下 我們先看看 其實這個位置 就剛剛在走廊位置 其實就看到很多微細的凹痕 你看這些就凹得比較明顯 其實有機會是工人的時候 有時候出出入入 有時候的工具 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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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其實可以補一補它就可以 這個情況多不多 在這間屋裏面 這間屋就比較多少少 這裡差不多有四五層尺寸 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進去廁所 廁所裡面有另一個問題 好 廁所這個山口蓋其實是比較有趣的 其實理論上應該拔得開 但是它用這個掃口粉就封死了 搞到業主其實就清不了垃圾 將來都沒有辦法 要解開它 硬撞開這些掃口粉 就可以幫你開 但是我們用的機會多不多 如果要打開 其實用的機會都比較多 因為有時候頭髮 有時候會掉下去 所以再說車程就要更好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欠了一塊企板 但是這個是整個屋面的設計 都是一樣 企板的作用是怎樣的 企板的作用純粹是美觀的 但是我們就可以在旁邊看下去 其實就會看到上面有很大的欄 單位的來去水都過關 走廊直入到尾就是主人房 匡仔發現的瑕疵都不屬於大問題 包括露台碧登油漆有起皮的現象 露台門教漏折膠 還有外牆鋪專不靜等等 不過家佬手工是少 我們發現的以下這個問題是大 現在我們看著這個 是一個海景 好像很靜 但是如果我們一打開窗 其實很明顯都聽到外面打裝的聲 和建築的聲 那我就度過了 現在在外面那裡 就大約七十幾分貝 但是如果關了窗 就是去回五十幾分貝 那變相說 其實在主人房裡面 戶主未來都很難可以開到窗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斜對面那裡 有個地盤 就是剛剛詳實收了重建 將會起三十層樓高的雙下 大約是2025年落成的 現在在計算 大約有四年時間 業主都要忍受這些噪音和沙塵的污染 那我們還有一點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無地的海景 亦都可能有限期 因為我們換言二居 對面剛剛就是春田街的一堆舊樓 那裡其實現在都已經收緊 未來有機會重建成為另一個住宅項目 如果未來起得高的話 都有機會遮擋我們這道向海那邊的景觀 最終驗樓得分都有81分 當中舖專扣分最多 恐彈收場 發展項目的事件局回覆說 大部分的修繩工作已經完成 至於浴室棋板的問題 如果個別業主認為有需要安裝棋板的話 事件局可以安排安裝 看完換言二居的收樓情況之後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驗樓和裝修的貼士 都歡迎來到胡雪樓市的官方網站 wuchardprop.com.hk 以及來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 Youtube頻道 以及Yahoo自家製 胡雪樓市一欄跟我們交流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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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